又第二節《小提反聊天室》 Kelvin提我一點 我原先訂了第二個我做的訓練 就是14號 但是因為地點或場地有少少問題 過了21號 我詳細就是下次再講 今天找了Roger來 應該是抓住他講多些少李小龍 我詳情下星期再講 記得就是14號過 暫時就退遲了星期 21號 講回剛才就講 李廣說你從小時候開始 醒覺以來就發現 有些迷糰在腦海中 就是為什麼《小龍》這麼厲害 另外就是為什麼這麼早死 第三就是為什麼 旁邊的人也無法替代他 為什麼帶出不了這樣的連鎖效應 其實這個你自己解釋了謎什麼 正在追尋 但是最簡單的一件事 其實就是人本那件事 即是他本身獨有的一件事 剛才你也說過 模仿基本上是不行的 因為他出現的特點 就是以前沒有人做過他的事情 譬如他的武打形式 或者他的表現形式 甚至他的表演 你看到其實今時今日 其實不是很多人做到他表演過的事情 包括了《紫上瓦》 譬如一個相機的人飛出去 老實說這麼多人模仿 有誰做得到等等 其實很重要是他自己的特質 還有你知道李小龍最有名的 其實不是電影那麼簡單 他是《摘拳道》 《摘拳道》 《摘拳道》是最簡單的 我想是最簡單的事情 我很囂張的 學習一下 是很簡單的 簡單到離譜 我記得以前跟一位年輕人朋友聊天 他怎麼描述李小龍 就是 扮演幾聲 然後做一個形象 然後靠自己打得上位 當然這個不認同 我說回後面是否真的這麼簡單 當然不是 他摘拳道 我沒有細心看 我透過Roger的眼睛來看 我看過他寫李小龍 我透過這樣的資源來理解 當然我有看其他書 但是主要是靠Roger的眼睛幫我消化 或者他的能力幫我消化 然後吸收他吸收的東西 但是為什麼這麼簡單呢 因為其實摘拳道就是 他自己變成一套 最適合自己打出來的武功 我經常說 我自己學很多東西 思考很多問題 其實我都是來來去的一件事 我是變成我自己的摘拳道 是透過我自己的身體 我的形式 我的特點去打出來 我學不到東西 我不相信 我決定放棄 我試過幾次發現 我動不了的 這招我用不了 我就不用了 我只能夠透過自己的方法 當然摘拳道另一個方法 就是精鎮騙要 我剛才說過 為什麼寫書這麼薄 我很多本書都很薄 異常薄 不用了 不通明的人一看 就知道我說什麼 已經到位了 我自己的格局 可能耍多一拳的招式 那些對我來說 是痛苦和無效 我就決定不打了 這就是我自己理解的摘拳道 好了 是不是這樣理解呢 摘拳道 我想借這個 Steve Jobs有一句說話 簡單就是最高級的複雜 簡單就是最高級的複雜 其實很簡單 我舉個例子 很多人入門學武術 我不管你哪一派 基本上都是 我說立技 Stand Fight 最基本 擺個裝 不是出拳就是出腳 是嗎 很簡單的東西 然後一路學上去 就多了很多招式 組合 諸而處理 但是 打個藥干場之後 你再看過百場經驗的高手 又是那一拳那一腳 但是很有趣 你能不能夠只打 打拳那一腳就可以變成高手 可能就未必可以了 所以 龍哥說最簡單的東西 其實要經過很多實踐 才能夠有資格去簡單 等於有個人 將Steven寫的書那麼薄 那麼少東西 他自己這樣說 念完又如何 你說出來 然後有人問你 裡面的東西是怎樣 你可不可以加點水稀釋它 你稀釋不到 因為它是精華 你也沒有水去稀釋它 所以龍哥說的簡單 是一個指標 但是練習的過程 其實沒有那麼簡單 如果用克里希蘭木提所說 真理是沒有捷徑的 如果你說 我穿了一隻鼻 學四平大馬 按兩下 就變成李小龍 我想他不用那麼辛苦 他是正版李小龍 也要撞這麼多版 對吧 所以基本功 我想是很重要的 李小龍是 他在死之前 練功房 我也知道 透過眼睛看 他的眼睛看 他設計自己的儀器 如何練習自己的身體 我想他的付出 比一般人想像更多更多 我想沒有誰練功 練到自己創造一些東西 幫自己練功 這是很可怕的 這本書賣過關子 其中有一個訪問 講他當年用些什麼 先進的儀器去練功 跟今天的催眠是很有關係的 還有一件事 我買了一件事 謝謝你 這真的要看 而且我為什麼會知道 就是多謝Roger說 原來我才知道 Roger看完李小龍之後 我才知道李小龍 原來不只是買東西回來 他是設計完之後 訂回來 是給自己用 設計的東西給自己練 對吧 這是很認真的 這件事 剛才你說需要有什麼 其實我想坊間很多書 有說其中一件事 叫創造力 他其實 雖然練舞 其實他很多運動都會看 他其中一些參考 其中一些運動的練習法 譬如 香港不流行 美式足球 香港最多每年打的 叫做英式足球 七人賽 但在美國很流行 那些超級球 那些超級球 一般的運動員 每個人都二百幾三百磅 一般 二百幾三百磅 他練的過程之中 就有兩塊剪 撞起來 因為其實他一開球 就要鬥搶球 以及要靠撞 他就在那裡拿到靈感 去找一些練功的器具 即改良 好了 這件事其實跟創造力 很有相似的地方 就是第一 提問 我如何在這件事上 借為己用 第一 第二件事就是 我能否消化到他這個練習 其實他想練甚麼 我需要甚麼 兩件事可否合起來 很多人是被動 今時今日都有 我現在看到最新近的例子 很多練功夫的人 我看到的 新近的例子 而且不是一個 師傅不叫他不練 叫就算練足 他也不思考 是這樣的 我講回我當年 可能資源有限 我很想看日本的踢拳道 想看泰國的比賽 我講了七八十年代 香港連超百米的機器都少 不要說錄影帶 沒有的 全部你在現場看完 靠你的記憶 記不到就記不到拜拜 但今時今日 資訊多到好像沒有資訊 人們就不懂得上網看 看完不懂得去學習 甚至不會想 這個拳王的拳腳 那個人這樣 怎樣去思考一下 怎樣去令自己去提升 很多時候就要靠人餵 跟那些怪獸家長餵的子女完全相似 是不經思考 你叫我做什麼就做什麼 這樣做就這樣做 是這樣的 講遠了一點 就是很多練功器具 是龍哥自己發明之後 經過後面的人覺得是好 其中一件事 其中一件事 其中一件事就是 他的怒子拳套 現在我們在世界上 跟美國日本周圍的MMA比賽 Mixed Martial Arts比賽 那個怒子拳套 其實最初以我所知 就是龍哥那套龍爭虎鬥 和洪金寶打 那一對拳套演變回來 不過尺寸也在變成這樣 這當然是由此可見的一個巨人 流傳很多年之後 越來越紅 有些差的人就紅了一陣 無以為計 這就是自己本身 裏面的才華好 或者突然間裏面的一種實質感 這個就是很難得的 但是有其他傳說中的謎團 看看可否解答 第一就是他死亡之迷 第二就是他自己是無敵的 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 他死亡之迷 剛才你提過 但其實你覺得他死 我常常當成一般群眾說 真的會不會和這個太厲害有關 或者是迷信 或者突然間他得罪神明 我拆開一點點 第二個問題就是 作為他自己的一個人 去定位 你覺得有什麼可以補充你後來的描述? 我是這樣看的 今時今日 或者由這十年八歲 很多人很好奇他怎樣死 其實我跟佛教有點相似 他不說起點 我就不說龍哥的終點 為什麼呢? 他怎樣死對我來說不重要 我覺得學習的部分 是中間的事情 況且有太多謠傳 說他什麼 說他什麼 我又不是醫生 更加不會有當事人跟我說 他是怎樣死的話 我覺得這個不重要 因為如果 當然很多人都很想知道他怎樣死 這個包括我在內 但我都不是重點 因為無論他怎樣死也好 你和我也要死 而且很多時候很大機會 不是自己怎樣選擇 既然這樣 其實那不是我要考慮的事情 反而我從死亡開始去想 就是人的時間很有限 很多年青人 包括我都年青過 今天我已經老了 我年青的時候 都會覺得來日方長 反而我最近的想法不同了 因為說真的 現在倒數中 倒數幾場 我是不知道的 問題在於就是 珍惜時日去做一些有意義的事情 比理會他怎樣死 這個不重要 因為他最有價值的地方 不是他死的部分 不過可能 可能有些人想知道 究竟他是不是因為好色而死 這樣也沒有 知來又怎樣 即是說 又如何 龍哥也好色 我好色沒問題 但我反過來想 好色不會令你成功 搞清楚 一個人的特質有很多部分 不要去盲目模仿其中一塊 而且他怎樣死 我剛才說過 不重要 因為他中間的部分 剛才我剛才說過 他在成功之前 遇過的很多障礙 其實對我很大的激勵 激勵就是什麼 我遇過的障礙當然不少 但每逢我想到 正版李小龍 成功之前都遇過這麼多事情 舉個例子 我想你和我都試過 做訓練 寫個提案 寫完沒有了 他也試過 寫完整個大綱給華納 被人吞了 吞了不重要 連主角也不是自己 其實不可以做 被另一個完全沒有付出過 做主角 老實說這種傷害 我想很大 龍哥也試過 在我心目中 寫完提案 沒什麼做就算 任由他 當作是一個練習 也是一個經驗 我覺得值得學習 所以死亡的部分 我是不知道 也不重要 好 第二部分 李小龍 這個問題其實我自己有個答案 因為我自己常常問自己 我會怎樣回答 李小龍是否無敵 沒有意義 這個答案 沒有意義 為什麼沒有意義 逢親說 其實我第二本書寫過 無敵 與不無敵 這件事 有個點 什麼點 我告訴你 今天我打贏拳王 你信不信 今天 拳王 你信不信 拳王 你再生 我再誇張一點 我打桌球 就不夠史蒂夫 戴維斯打 打拳我贏 信不信 這當然誇張一點 這件事情 意思是說什麼 是否無敵 第一 沒有證實過 但是很有趣 我是龍迷 我要相信 我願意相信 的事情 這句話你應該明白我的意思 在心理學家也有說過 其實是想相信 一些你想相信的事情 為什麼我沒有意義 因為他沒有證實過 無論是街頭交好擂台 沒有試過找全世界 現在我寫過生日文字出來 七十億人 你和我打過了 需要不需要這樣 但又不能用科學推理 因為武術最科學的做法就是打過 沒有留意大家找張紙計算角度 我贏你 沒意思的 是不是虛擬電腦程式 如果這樣的話連馬也不用跑 看往績派賽 所以他是不是無敵 無法回答的 也沒有意義 但最重要的地方 就是他在教權過程中 他創造了什麼 有什麼人跟他學習呢 再聽到那些人的說話 舉其中一個例子 李進九 李進九 美國跆拳道之父 地位很崇高 龍哥很欣賞這個韓國人 他都說 打街頭交 我一定不會跟他打 一個大師 徒弟也不少 羅麗士呢 羅麗士 初初認識李小龍 在一個大賽中別人介紹他認識 兩個人現在是舞師就講舞 在酒店 講一講 大家試一下 你講你的理論 我講我的理論 大家出來試 羅麗士說什麼呢 在龍哥面前 我好像不懂功夫 打不到他 但是他是如取如攜 你想想那個關係在哪裡 但是不等於他是天下無敵 這個世界會有人贏到他 我不知道 我只是不可知論 但不是一定否定他的意思 還有一件事就是 所謂無敵是以平綁計 還是無限綁計 也是兩件事 所以他是不是無敵不重要 但是有些東西是創造出來 擺在樹上是明碼實價的 日後很多人是值得去學習的 已經看到了 你不需要證明你是無敵的 好了 反過來 在這個篩犬界 有些無敵的 可能我講的名字出來 你也可能不知道是誰 但是真實是沒有打的 最低限度在那個運動上是有一個位置 但是對世界影響相對未必很大 譬如這部分 我只要解釋 我經常說 因為我被人問過 因為我扮龍偉 人家問過 就是主義處理 好像朋友聊天一樣 我自己嘗試怎樣回答 第一個問題是真的就是 找回Roger剛才的自發 作為一個導師 人生導師 或者一個人 他要閻點燈 他點了很多燈 這個已經是他偉大的地方 這部分不用無敵 這部分就是 無敵通常我自己會這樣說 你不斷超越 或者突然保持自己高度的自我呈現 這個已經很無敵 你不用受到旁邊的人影響 為什麼呢 很多人就說 就好像現在歌手很慘 一個一模一樣樣 一個從一個模式倒出來 你只要沒有話事權 當你有話事權的時候 有些人也不能夠自己做一個自我出來 因為他不懂 但是李小龍不是 由 看幾部電影 很簡單 但你感覺不是在看他的角色 而是在看他 這是很重要的 而且我想他成世人也好 由他練武叔 截拳道 他也是忠實呈現自己 我經常說 好像卡通片一樣 最尾打贏的人不是對手 而是你自己 我經常說超人片也好 這個動漫、卡通片、武俠小雪 最尾一幕都是這樣 你不是打贏的人 你最尾是超越自己 或者最少不要輸給自己 這個很難 我記得有一套 類似是說李小龍傳奇的電影 他裏面就說去逃命命運 之類的 其實那個隱含信息也類似的 其實你永遠走不掉那個自己 你的魔是誰 心魔就是自己 無敵的對象不是外面 無敵的對象一定是自己 你可否選擇一個人 自己的黑暗面 你可否超越到 或者可否平復 你可否永遠保持一個高度的自我 這也是很難的 我想這方面 不只是李小龍無敵 很多高人都是無敵 每個高人都是在那層次上的無敵 我不用向你打 所以這部分 我們當作搞笑 我也是無敵的 在某層次來說 我不跟你打 但我只永遠超越當中 我贏了昨天一個 我已經無敵了 因為我的敵人不是你 我打贏了你 你很差勁 我經常說金像獎 落點影帝 那一屆不是無敵的 你的對手可能差勁了 你輸的話 我去年奧運 沒有第二的羽毛球 那些輸得很光彩 他也是無敵的 我不是贏你 我不是外面的對手問題 你看今年的大溪地 踢州制杯 被人數十個洞 但他中途的鬥心 雖然長波輸了 贏了尊嚴 人生也是 你不一定要做富豪 你不一定要做某個人的成就 你忠於你自己想要做的事 就算問自己死了也無所謂 那你就去做 所以過程之中 你怎樣去看這件事 比別人怎樣去看你更重要 無敵的只是一時之間的錯覺 對 這個很重要 時間問題 到最後一個問題就是 聽說接下來 你所知 你參與途中也會有理想的紀念活動 是嗎 其中一個 7月20日 小弟在美麗華中心 尖沙咀 美麗華中心的商務引書館 有一個講座 跟張欽鵬先生 還有歐錦棠先生 有一個講座 這一發報出來可能也遲了一點 因為據我所知 現場有80多個座位 但是報名已經超過了100人 已經爆了 但是我相信商務引書館 是歡迎朋友去參觀選購的 到時會不會有站位 我不知道 如果大家有時間 不妨去走個圈 這個高度推介 另外這本書 聽說出監的時候 書展也有講座 書展沒有 但是書展有得賣 這個就是留意一下 再說一次這本書 我想是 一知道Roger寫的 我應該是非常心急 我們叫他一出 很給我 這本就是剛剛 仍然很熱的 另外就是 如果假設要總結 或者突然間要說一些說話 在40周年 我經常都這樣說 我記得一個人就說 就像網上留言一樣 留一句話給龍哥 除了感謝之外 我多謝你 還有什麼可以說呢 你會說什麼給龍哥說呢 都是多謝 最簡單 最直接 都是多謝 多謝龍哥 帶給我們電影 武術 包括了人生如何奮鬥 因為他的過程 他做了一個好的毛街 他的成功背後 是付出了很多努力 而且不是順風順水 絕對 不是順風順水 這個我也是看過 透過Roger的作品 當然我經常說 其他人有寫的李小龍 但熊會多 不是客觀 拿不到位置 我看完之後感覺 果然很偉大 感覺完就完 很多人寫書是這樣的 我仍然陪入我預期的印象 果然很厲害 但我看Roger的書 《水龍、水龍、水龍》 是真實的很多 看到他的普通人的一面 普通人的一面 譬如知道他 原來他也會不開心 原來他也會很失落 看到他在後面做了很多功夫 原來不是天分很高 這個就是李小龍的偉大 透過Roger的眼睛筆 我感受到李小龍的偉大 譬如我自己作為一個龍迷 雖然不太合格 我也是這樣說的 多謝 還有我想他燃了一盞燈 譬如他自拳道的精神 或者他經常說的話 好像黃之華說的話 充分呈現自己 這句話你明白的話 我想你誠捨得著 還有一個狀態就是 經常思考 想想自己是誰 自己人生有什麼追求 找Roger的說法就是 當你死一天 你其實希望你無致命 有什麼好事呢 還有我經常說 不找無致命 譬如靈堂上的那些很有分享 除了一口笑之外 也不知道說什麼好 會說什麼呢 我想這部分值得反思 還有一個巨人 死了四十年了 還有不斷的迴響 還有很多人要模仿他 或者透過他那些東西 所謂賺錢 我猜這個就是 找Roger很多年前那本書裡說的 這個叫做活著的死人 活著的死人 我很記得我看了那本書的時候 這本書我學了 但我現在很多身邊的人 是死了的活人 除了連累人之外 還有陀類社會之外 這是沒什麼意思的 我們希望就是做了 就算做不到一個活著的死人 我希望就是做一個活著的人 這句話我假設有機會 我可能某時空裡跟阿龍哥說 我至少受到感染後 我做了一個活著的人 我經常想想自己是誰 想想自己想做什麼 不會那麼容易被外面的動搖 因為透過你的經驗 就是李小龍 你自己有那麼多缺陷 那麼多挫折 你也能夠發光發熱 照亮世界的人 還有帶給他們幾套這麼精彩的電影 看完之後又看 我請有時花時間重看舊電影 雖然很熟 也比看新的電影更好 其實我真的知道哪些是失敗 多謝Roger 對 當然好 對 當然好 謝謝